供天是书圣修福法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初九是天宫生日 福建这一代有很隆重拜天宫习俗 当然佛教也供天 供养天神 也谈谈如何如法供天 这个天神和天人还是有差别 天人一般福报大 然后感应在天道 但莫有天权 就是莫有权利 不算编制内 而天神是有权利的 比如二十四天 有阎罗王天子 是有权利职位的 是冬月大帝的下属 月公天子 就是月光菩萨 也是有权利 龙王也有权利 管一个地方的江河湖海 四大天王 掌管四大部州的 很多寺庙也供玉皇大帝形象 为帝是天 就代表佛教供天 就有供养道玉皇大帝 供天是殊胜的赔福法 六念 念佛 念法 念僧 念戒 念师 念天 为什么念天 天是清净光明 神通 有些人看不起天 是不对的 天神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 有些人出家修持一辈子 最后当个土地神而已 要入天的果位 还不是那么容易的 入天果位 要完全断除贪欲 有些人陪福报知会 执助福报 就变成天人 地上的天人就是土地公之类的神 而不是天神 什么叫做神 公平正直为神 民间那些地上的神 城隍之类 都是生前公平正直去做神 不是福报大为神 真修行就会感应天神护持 比如浙江太白山天同寺 开山祖师在山上写法华经 这时来了两个童子 磨磨端水 写完后 童子就要走了 说 太白金星派我们来 事后你写法华经 任务完成 要回去了 寺庙叫做天童寺 天上童子 山叫太白山 这就感应天神来护持 天神一般负责 维系人间因果秩序 法界因果秩序 梵天的功德就很大 请佛注释说法 法华经说 佛一成佛 观察众生根气不足 不想说法 梵天就带住宫殿来供养佛 请佛转法轮 这就是梵天 所以我们也供养梵天王 龙王的功德 就是收集佛经 华严经就是龙宫里头出来的 所以佛经 要书 各种宝贝都在龙宫保存 这个龙王功德 同时龙王也热衷 护持佛法 如何供天 香花灯煮果 五果六摘 水果不能切开 好像一个大西瓜 你觉得切开 是不好的 摘菜呢 我们开水煮熟就好 最好不用油 因为供天的药清净 也不能用盐巴等掉料 天神吃的是植物的精气神就好 花不要用玫瑰 玫瑰有刺 用刺的别人就会刺一下你 最好用百合 要用真花 不能用假花 假花 就是假情假意 同时真花也有花的精气神 纳公果 桃子 葡萄 香蕉 橘子 苹果 比较好 如果按照道教 石榴是不攻天神的 再谈时间 攻天最好时间是天末亮时 当然早上十一点前都可以攻天神 过了十一点就不要攻了 这个时间大家要把握 时间也有神 早上攻养的长寿 下午攻就不仅不得长寿 还折寿 这个道教严格说法 大家可以参考 总之早上攻天 攻天神念什么经 法华经 金刚经 不然谱门品 谱闲行 愿品都可以 这些都是天神龙神爱听的经 而法华经是最好的 但法华经要求比较严格 念经时规矩比较多 但的利益比较快 一般天神或者神来时 就会感到一股阳气 神是阳气 鬼来时带住阴风 神活动时间一般早上 许多人都喜欢早上诵经 供养 上香 一日之际在余晨 半夜十一点后到早上十一点都可以供养天神 我们最常现的拜观音 时观音菩萨的修法就是天道加菩萨到修法 吃斋 慈悲 斋包括吃素 和斋戒 同时最好不淫喻 淫喻就有污浊气 越高的天道 淫喻心越小 中国人都爱拜白衣净水瓶观音 白衣观音就是大自在天天主 所以求事情 都求白衣观音 比较有感应 这个天道的 牵手观音 度的玉鬼道的比较多 有这种差别 观音菩萨的净水瓶和阳流 有之施法器 尤其治病 来治慧 都要用到观音菩萨净水 这也是不可思议 所以家里一般供白衣观音最好 天宫生日 大家把供品供养在观音菩萨前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